前几天去打把,好像这个枪不太,弓弹不太长,所以现在回来马上就把它擦一下 看看里边,里边有不单的 所以这个是safety first,每次都要试一下,然后拆起来很简单 看,这个就把这个 碳红拿下来,就这么多,然后现在先擦擦这边 就拿块,其实平时拿块布擦就行了 然后把这个 简单 外边其实不太用擦 这个 这个29的Legend这个用材料好像比较 比较怪异 里边也擦一下,里边这些都是比较 比较脏的地方,然后像这个缝 这个槽这点,都是要拿刷子刷一下 然后看这个磨的地方都是要 呃,要拿那个 呃,要拿那个 呃,油 待会要,要都弄一下 看,这个 刷就比较容易多了 看,这个地方 有一些以前的固态的那种 滑滑器 其实就拿一个牙刷 非旧牙刷就行了 我是 我是 拿了个新的 我们家的牙刷反正也多 OK 然后再 再把里边擦一下 这底下,看 这底下要擦一下 对 这个就是 嗯 嗯 Slide Slide Slide就是这么擦 比较好一些 比较容易 然后是 Slide擦完放一边 然后就是这个 呃,彈簧 彈簧容易擦,彈簧也简单 就是这么稍微蹭一下就行 呀,手就擦了 断 彈簧擦了 然后就是牙管的 牙管先这么擦一下 牙管一般都比较黑 尤其是里边 还是这样 喷着点擦 这样 这就简单多了 看 把上面都擦 其实 戴个手套比较好的 手上弄得脏兮兮的 把这缝里边 缝里边擦一下 然后 牙管里边也很重要 这个有点粗 这个还行 对 但是要把这个 看 他这个设计都是设计上这样的 也不是 拿错了 这都是金属的 实际上也没关系 就是把里边那些灰渣子 都弄一下 这个 这个我是 然后再用这个 嗯 看 怎么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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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就算 算完事 然后就是 这个 frame 哇 看来还得试着 好好擦一擦 嗯 看看 好多点儿 怎么 比较奇怪 哎 对 对 比较擦着好看一些 这底下 其实这外边都是 都是次要 外边主要就是cosmetic 这个美观的情况 然后像这个草里面 以前的那些渣子 看 看 这磨损 看这 这是这个 粉光 磨损的地方 抹油的时候 就要多抹一些 把这个草刷一下 这个一边也是 然后 然后 这都刷一下 然后 还是这个刷一下比较好 看 看这边比较黑 这个 不全都打开 这么擦了 就是这样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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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 OK 这就完事了 然后就是说 这点正要 抹油 其实这个抹油的话 用就是拿手给它往上蹭一蹭也可以的 看 这地方 都是容易蹭的 看 看这个 都是 比较 比较应该多弄点的地方 看这都是蹭的地方 这底下也是 里边 这个差不多 呃 枪管上边 枪管上边 是 嗯 看这地方 擦一下 这会儿要擦干净 免得它进 进管里边 OK 这个枪管就基本上 都抹得比较均匀了 然后 弹簧这个当然是要 肯定要来一点的 也是 也是 把这个稍微 稍微这么抹一抹就行 然后就是这个slide 看这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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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滴下去 嗯 这个是枪管 枪管下面 你看 看这里面 看不太清楚 这是有点 膜 把这个 OK 装起来还是很简单 这个是一个最简单的装起来 我觉得 看 这就完事了 把这个再推回来 看 感觉很顺畅 然后把这个